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的7月23号,现在早上6点53分了,这里发生一起车祸,拍给大家看一下,在牛环社区法拉上这里发生车祸,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翻了,警察已经到了现场了,这辆车四脚朝天翻的,怎么会翻成这样子呢,把旁边停在路边的车,又撞了一个窝窝, 大哥早上夹着那么大一袋垃圾了,去丢垃圾,这个车看着很新嘛,城市啊,要是他不翻的话,说不定就撞在旁边里面,街边的商店了,还缓冲了一下,那个车挡了一下,车子一腿换啊,刚才路过的一个大哥说啊,他看到救护车来的时候,拉走一个翻车里面的司机,年轻人,小伙子,在车祸现场过来,这斑马线旁边,这有辆车,还吃了一个阀灯,你看, 是非之地哦,这里是,哦,这个铁的,它超过了,是不是,要在铁的那个后面,铁线,哦,违规,违规,旁边小哥说,这个翻的这辆车还挂着道挡,你怎么看出来,它是挂着道挡的呢,哦,亮着白色的灯啊,哦,你看,在阳台上有一位大哥,远距离在那拍摄车祸现场,大家看这是单行道,不知道怎么拍成这样,前面那个外国小哥,他抱得紧啊, 啊,警察拿着铁链子过来了,这个幸好没有伤到路人啊,不幸中的万幸,哇,这警察是硬托呀,这个车上报废了, 我这铁链子都得,私底听众,我这车又冲过来了, 这几百块钱的玻璃又没了啊,保险公司又亏了,刚才有个目击者说, 这个翻车的司机,它是逆行,因为这条道是单行道,你看没有,逆行,然后对面一个车开过来,它翻了,翻过来了,前面的水箱都漏水了,里面气囊也打开了, 警察手刮了一下,警察真辛苦啊,现在三位警察来了,哦,现在又来了一部真正的拖车了啊, 这拖车司机很开心了,已经赚钱了,今天是星期天啊,这个拖车司机肯定内心狂喜啊,这一单应该价格还不可以, 好,拖车司机打开车门,后面这是自动的,拖车司机很淡定从容啊, 好,现在是拖车司机,表演的时候到了啊,你们车,缓缓地转动了车头,楼上好多看稀奇的,好多人站在阳台上看稀奇,还是不好操控啊,这个拖车司机来回操作了反反复复四五次了,好,这次全能终于打正了,好了,司机准备开始,马上拖了, 看司机在那拖车,好多围观者,还有一个楼上的在问楼下发生什么事了,对面楼上阳台上全部是站的人,在围观这个拖车司机拖车,成功了,今天拍了个拖车拳过程,哇,你们这个车的车收嘛,特别是报废的,好花哦,前面这两部车也要拖走的,警察已经在那放了两个标识了,拖车司机也过来, 放好字条,肯定会要拖,拖车走了